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对不起 我的善良很贵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要是没有长出牙齿来 那就是软弱 我们都知道善良是一种美德 对人要和睦 处事要豁达 可是现在这个社会 越是善良 越是会变成被欺压的对象 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 你给他一碗米 就是解决了他的大问题 他会感恩不尽 但是 你如果不断地施舍 他就会觉得 理所当然了 人性 都有贪婪的一面 时间久了 你的一碗米不够 两碗不够 三碗四碗 还是堵不住他的口 尽心竭力 也是 杯水车心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就敢坏到 肆无忌惮 心肠太软 容易被当软柿子捏 心眼太好 容易被当缺心眼看 最初的善意帮助 会变成 最后的 恶意后果 也许你行善不失 广极善得 举手之老的小事 并不会导致 什么大的损失 然而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鸡鸡 当他的所求 得不到满足 反咬一口时 你最容易成为 无辜的受伤者 没有棱角的善良 不仅 不能向世界 传达你的善意 反而 输送了你的惬意 没有原则的善良 让真正的朋友 寒心 让不值得的人 永远不懂得 不可侵犯 四个大字 你这么好 一定要帮我 你这么好 你一定不会拒绝我吧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听到 这样的话 一些人出于面子 不好意思拒绝 可是 仔细想想 我好 我就一定要帮你吗 何况我好 我好 并不是我帮你的理由 做一个 有棱角 有锋芒的善良人吧 懂得用智慧 成恶扬善 在好人那里 还是好人 在坏人那里 露出 自己的锋芒 和自己练性 人 需要保持一颗 善心 是没有错 但 不是对谁 都好 都没有底线 你没有底线 他们就没有原则 当善良 失去原则的时候 就助长了恶 有棱角的善良 才是真善良 没有锋芒 没有棱角的人 是很难在这个 粗鄙的世界 走得更远 愿我们的善良 都带点 锋芒 知道了吗 好了 晚安 做一个 有棱角 有锋芒的善良人吧 懂得用智慧 成恶扬善 做一个 有棱角 有锋芒的善良人吧 懂得用智慧 成恶扬善 做一个 有棱角 有锋芒的善良人吧 懂得用智慧 成恶扬善 人需要保持一颗善心 是没有错 但 不是对谁都好 都没有底线 人需要保持一颗善心 是没有错 但 不是对谁都好 都没有底线 人 人 需要保持一颗善心 是没有错 但 不是对谁都好 都没有底线 嗨 你好 我是红梅 今天 你过得好吗 今晚 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对不起 我的善良很贵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 要是没有长出牙齿来 那就是软弱 我们都知道善良 是一种美德 对人要和睦 处事要豁大 可是 现在这个社会 越是善良 越是会变成 被欺压的对象 当一个人 饥寒交迫的时候 你给他一碗米 就是解决了他的大问题 他会感恩不尽 但是 你如果不断地施舍 他就会觉得 理所当然了 人性 都有贪婪的一面 时间久了 你的一碗米不够 两碗不够 三碗四碗 还是堵不住他的口 尽心竭力 也是 杯水车薪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就敢坏到 肆无忌惮 心肠太软 容易被当软柿子捏 心眼太好 容易被当缺心眼看 最初的善意帮助 会变成 最后的 恶意后果 也许你行善 不失 广极善德 举手之老的小事 并不会导致 什么大的损失 然而 君子坦荡荡 小人 长鸡鸡 当他的所求 得不到满足 反咬一口时 你最容易成为 无辜的受伤者 没有棱角的善良 不仅 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 反而 输送了你的惬意 没有原则的善良 让真正的朋友 寒心 让不值得的人 永远不懂得 不可侵犯 四个大字 你这么好 一定要帮我 你这么好 也一定不会拒绝我吧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一些人出于面子 不好意思拒绝 可是 仔细想想 我好 我就一定要帮你吗 何况我好 并不是我帮你的理由 做一个 有棱角 有锋芒的善良人吧 懂得用智慧 成恶扬善 在好人那里 还是好人 在坏人那里 露出 自己的锋芒 和自己恋性 人 需要保持一颗善心 是没有错 但 不是对谁 都好 都没有底线 你没有底线 他们就没有原则 当善良 失去原则的时候 就助长了恶 有棱角的善良 才是真善良 没有锋芒 没有棱角的人 是很难在这个粗鄙的世界 走得更远 愿我们的善良 都带点 锋芒 知道了吗 好了 晚安 因此 夫人 能优优独播